高委員似乎忘記他是港府所選出來的現任立法委員 現任立法委員更重要的是用過去在立法院的表現 包括在地方的服務 爭取所有港府的民眾的認同 昨天早來新潮流跟民主黨立委開記者會 更認真過去他在立法院包括支持萊豬進口 包括通過勞基法特法的修法 更突顯出過去大家都在講 他是合計黨的良心 但是他確實只有黨力而沒有民意 我們更認為高委員其實過去應該用更好的表現 包括在立法院的表現 包括在地方的機場服務 來獲取港部所有民眾的支持 現在越靠近選舉才來去做勝率選票的處理 我們覺得更突顯出高委員具有黨力而沒有 近期民眾在基層關注比較多的 當然是前一陣子大家買到的混蛋 有問題的雞蛋還有包括我們進行疫苗的問題 還有這兩天爆發的美國的豬肉 被西產變成加拿大的豬肉 這些議題其實都是人民民眾天天關心的民眾民眾民眾議題 我們也希望高委員多關注在民眾 關注大小事情上 而不是只有投機 而不是只有乘聲量 這些議題我提醒現任立法委員 其實好好地監督行政院客戶會 民業部衛福部把人民所關注的民眾議題 關注好這次也是立法委員的本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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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